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有文化 不像石潮梅文化就会说大白话 人家有文化 人家有文化 变着番的转了半天圈 一定把曾庆红跟江泽民 是与习近平贼铁 非常好的话给圈在里头 而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一直讲说 在三中全会的完了之后 不久我说他成立了机构 四中全会要文件 这是今天主政的人的操守 当文件之后 熬过四中全会之后 他要合起手来 以国家为平台 建立起完整的系统 来打击十八大为平台的 江泽民掌控的中国共产党系统 这系统里就包括组织 包括规矩 包括人员 包括所有的 那原来是因为 今天主政的人手里没系统 那这是我们早就说的 对吧 什么深化改革小组 深化改革小组 就是建立系统 踢死政治局常委 踢死江泽民 邓小平时期和胡锦涛时期 所谓的集体领导 为什么 保命 东方日报 昨天有篇文章 谈到的是大阅兵这个消息 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他直接提到说 第五代掌握权力 那文章呢 写的蛮长的 他就陈述了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 我个人觉得不太重要 而重要的是这句话 今天主政的人 不按常规 不受束缚 不按常规 不受束缚 就是要打破八九六次之后 上台的江泽民 整个的规矩 那谁束缚他 党的组织 具体原则 常规 不按常规 是因为现在要出事了 因为现在要做大事 他按常规就死了 打破常规 他就拿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故事 他说邓小平掌权之后 只在1984年进行过阅兵 那是中共建政 什么35年45年了 就49年算起 对不对 所以是35年大清 在武上 江泽民在1999年干了一把 那1999年是50年大清 胡锦涛在2009年进行了阅兵 那是60年大清 而习近平这一次 在2015年年初 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宣布 说在2015年9月3号 抗日纪念这一天 进行大阅兵 前够不着 后够不着 那还提前八个月去说 我要进行阅兵 阅兵一点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今天你谁跟今天主政的习近平对着干 我拿军队干死你 开工没有回头剑 这是习近平自己在新年贺词中说的 为什么 这篇文章的最后的结尾是这么说的 整个说明第五代是指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 已经看准了方向 就直接一干干到底 毫不顾忌外界的语论 他保命了 外界的语论 诸多的语论 在替江泽民 曾庆红说话 为什么 因为原来吃了人家的 玩了人家的 喝了人家的 他想甩人家不太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怕死 吃了人家的嘴短 对不对 那现在的时候呢 中国人在党的文化宣传下 贼奸贼奸的 很多人贼奸贼奸的 知道风头不对了 所以开始卖老江了 原来一直替老江说话的 替曾庆红说话的 你最近你会发觉都不说了 对吧 我昨天说的有个叫司马的 对吧 后来叫什么名 我白字 没文化 不认识 所以干脆就叫司马吧 跟马有关系 司马的摇身一变 变成驴了 对吧 为什么 保命 如果马都变成驴来保命的话 你知道国内出啥事 人家朝中有人类 要懂得这道理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一句话说 离二月十九号过年 还有二十天呢 出什么事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最后他这么讲的 相信接下来 今天主政的人 会有令人惊奇的举措 甚至全盘推翻十八大前 中共元老达成的第六代接班方案 有什么第六代接班方案 把十八大都给干了 把十八大很可能都会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与此同时在今天 世界新闻网报道了另外一篇文章 这是国内的内容 《军报》要求效忠 习近平完全掌控军队 28号 中共党媒要求全军向军委主席习近平效忠 显示习近平已经掌控了军队 他引述了一段话 全军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持全国武装力量 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 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 由军委主席决策决策和决定 中央军委全面工作 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 全军坚决维护习主席的权威 坚决听从习主席的指挥 做到习主席发出号令即刻响应 习主席提出要求 坚决执行习主席赋予的任务 坚决完成 习主席赋予的任务坚决完成 我再提醒大家 离2月19号过年还有二天的 但是习主席要开兵兼章 你说打的是谁吧 会进的不是会跑的 我们有期金日点击说了吧 这个八九六四的时候都要跑 后来没来得及跑 一看杀完学生杀成了 就都留下赚钱了 杀完学生杀成了 都留下挣钱了 这就是过去25年江泽民主政时期的辉煌 你不信今天两条短消息 胡锦涛曾经跟一群妖怪共同治理国家 咱早就说过不是人 上头啊不是人的 那个就像附体的概念是一样的 第一条 官太太造假 在美国申请政治保护 这是人家贴的照片啊 开这个车应该是不错了 没看脑袋 没看屁股 只看中间的 福建省民政厅的社会事务处的处长 叫做隔铁墙的妻子 叶丹玉伪造材料 为了获取美国拘留身份 悄悄到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 那声称是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受当局压迫 并获得了美国当局的通过 得到了绿卡 这事你怎么证实了 人说人要信基督教 所以被共产党打压了 他老公是当官的 对吧 他老公是民政厅的 正好是管宗教 正好是管宗教 当地的宗教要听党的领导的 然后他说他真诚信仰基督教 遭到了迫害 天朝太大了 什么事都有 这是一个完全的乱象的社会 对吧 完全的乱象的社会 其实我觉得不乱 不乱在哪呢 你要看到 我一直讲 你要看到是共产党的魔鬼 个体者以自己现成的方式 都在逃命 保命 那第二条就比较有意思了 说胡锦涛跟一群妖魔鬼怪 共同治理国家 那他现在讲的是这个人了 陆建华 中国最高层的核心智囊之一 比挺妞 智囊就是囊包 比挺妞 当时是国家主席 胡锦涛提供政策研究报告的人 他在大陆的时候 为美国 俄罗斯 日本 韩国 台湾 五家情报部门工作 大陆人的 在党的文化宣传下脑瓜好使 谁给钱都可以用 谁给钱都行 对吧 人给五家 反正我卖国卖意见 对吧 我卖了你一个党国 但我卖给谁 我卖的越多 他挣的越多 对不对 心眼好使 他讲说 我穿的衬衣 从来没有一万块钱以下的衬衣 没错吧 你这事你得弄明白了 对不对 没有一万块钱以下的衬衣 贴的还是那块肉 没别的 对不对 说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 判处 陆建华死刑 所以大家要明白 当时的胡锦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里面包括了间谍 叛徒 国妖 那从这点上说 不也验证了石涛说的吗 那那个朝代八九六四之后主政的朝代的人 得了烟的人 得了烟抽的人 不是人呢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国内都这么说 那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这期节目搜紧了 这期节目搜紧了 这期节目搜紧了